昨天一部国产电影将被翻拍的消息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情讨论 下面就请乔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 蓝宇 这个即将走出国门的中国故事 就是你好 李焕英 日前索尼影业宣布取得了 这部影片英语版的翻拍权 原版电影的导演贾玲还将担任监制 你好 李焕英在2021年上映时 累计获得54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 豆瓣评分也达到了7.7分 影片的主演张小斐 更是凭借李焕英这个角色 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经济奖 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影片的不凡成就背后 归根到底是它的价值内核 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认同 贾玲将自己的母亲李焕英的真实故事 和真实情感融入到电影创作之中 昨天这一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后 不少网友都感动地评论到 贾玲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李焕英 贾玲本人也转发了这一消息 并分享自己已经与海外的制作方 约定好片尾的结尾字卡 将会标注此片纪念李焕英 并附上母亲李焕英的照片 妈 我拍了一部电影 关于你的 关于咱俩的 里面我藏了好多好多咱俩的小秘密 也藏了好多我想跟你说的话 近几年走出去的中国故事越来越多 作家紫禁城的小说《坏小孩》 也即将被改编为日语电影 同样改编自于这部小说的国产剧集 《隐秘的角落》 一度在国内引发官聚热潮 《三十而已》《劣罪图鉴》等作品 也都即将翻拍成海外版本 一个个扬帆出海的中国故事 彰显着我国文艺作品的质量与魅力 只要是好故事 都能够跨越山海阻隔 跨越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传达到各国观众的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